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很多孩子都这样 是我小时候看过变数最多的小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水浒我至少看了有十三四遍 就是以前老说什么老不看三国 少不读水浒吗 没错没错 你就是反过来 其实说少不读水浒 也是因为水浒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 所以才会少不读水浒 就是怕你这看太多以后就进去了 但是现在的小孩 我估计比如说八年后 他们小时候不会读水浒了 他们可能会玩水浒的在线游戏 对 还有三国演绎的游戏 反正水浒这个戏出来了 咱们可以看看剧照 这个剧照 看看他们 这是西游记 你知道吗 这也挺有道的 说这是孙悟空 孙悟空刚出来练丹炉 但挺写实 你知道吗 练一身黑 这是孙悟空 这是水浒 你看他们还配的对白 说是上边是谁 这是林冲 说林教头果然是沉于落雁之戎 真的 碧月修花之貌 这是铜冠说的 这是铜冠 铜冠显然对林冲是很有兴趣的 下面是谁呢 下面是蔡金 高大人 他高求说 高大人 这要是进了青楼 恐怕占便宜的就是那些姑娘们了 等于是一帮大佬围着林冲来欣赏她的美色 欣赏蓝色 有这样有这么一幕对对对 这为什么有这么一幕呢 他我觉得他是为了交代这个林冲 跟这些上司和顶头上司的上司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这个 高求要求林冲去去支边 就是去去去那个去去去陕北那边去当将军 他本来有当将军 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被要到大明府 就是北京是要来押送生辰纲的 就是为了蔡金运送这个这个这个受惠礼物的 他就装病就就拒绝这个才是一 从此开始他就跟高求之间有有了嫌隙 就高求本来是很赏识他的 然后后来的加上高大内调戏他老婆这些事 他是把这个更丰富化了一些 这个中国网友啊 我觉得现在看电影了看电视剧啊 他已经变成一种娱乐行为了 就是说这个戏本身是次要的哈 他自己在拿他怎么搞一搞 我看他们在聊的说是这个系里 押韵这个生成纲啊 这个花石纲说宋江来了一句 说是这个上一趟押韵一什么什么一杆竹子啊 从河南押到什么汴京是吧 还是还是那东京啊 从河南押到东京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呢 后来网友说这个东京也在河南 对对 从河南到河南能花几十万两银子 这真够腐败 我估计我估计那时候东京是直下市 所以不算河南 就咱们打场 光没法也看到一点 我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看到那个 当然就是说普遍的把大家对于这个改编剧 其实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 那其实刚就就刚才那句对白 我其实看到我今天看到那新闻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我也扑齿一笑 就是说你形容一个这么高头大马 这么尤其是我们的朋友啊 胡东这么这么帅气的哥们儿 你跟他说你是毕业修花这个 这个成云洛艳之容 我就在想 我那时候就在想 身为一个演员 我们常常会面临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剧本 这个台词 我根本说不出口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违反我的常理判断的 违反了我心里面对于这个角色塑造 因为其实你说这个人物再怎么经典 我相信每个演员自己心里面还是有一个 自己小小的自私的想法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什么什么样子 那当你这个剧本的台词 跟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是有违背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会不会说出来 那比如说假设我是编剧 我就会这么说服你 因为我真的是怀疑他已经这样 就是他现在这个剧啊 他他为了觉得 因为他知道你刚才说的 就有很多网友 他就在里面挑这种雷人的画 他这个刚才这个情节 实际上他兼有两个功能 叫做卖辅 辅就是说那个 BL就是男男之间的爱情 就男人欣赏 同性之间的欣赏 然后又卖雷 就他画非常雷人 然后呢 他本身又带着那种男性的这种色彩 这个据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欣赏 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他故意的 故意的 当然是 我不认为编剧这么无知说 这话是喜忧女的 我不知道 没有这么啥 他是铜冠说的吧 对铜冠说的 铜冠是阉人吗 铜冠 不是铜冠补 铜冠是 铜冠真是个太监 在历史上 啊啊 这是个太监 他是不是就有点像 咱们开那个 清空戏啊 比如说碰个太监 李莲英啊之类的 看这个男的 他喜欢那样 有点一银的 那个调调 他是不是就想塑造 都是含羞带醋的 有点这意思 好报咱不说 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的 就是放进去 他拿那个来当卖点 拿林冲当男色了 对 这个冲冠 同在是 我天哪 他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说 编剧会说服你说 那方美 我们这个是为了市场 为了这个更大的吸引观众 所以没关系 这个不影响剧情 也不影响结构 你就这个说吧 你就当成一个笑话 你就当成周星之电影 这么说出来算 对 光美 这样进程情况 你就得学人家那个发歌了 周润发 你看那个让子弹飞 完了之后 记者就问这个周润发 因为这个江文导演 都一直很强的嘛 说你作为演员 你要是觉得有哪句话 不对 你怎么办 人家周润发这个回答的好 说我要是跟导演 意见一致的时候 那我当然听导演的 但是要是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我也听导演的 这是职业演员 这一期 你可不只有听导演的吗 对 你要怎么样呢 是吗 你最后也只能听导演的 所以说那天 有一个就是和平导演的 做节目 我就挺逗的 我说这个导演 这个是不是的口才都得好 他说那当然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啊 有的那个演员 格外的刺头 你知道吗 你导演 他说 他说有的大导演 你看 为什么从来不敢用这个味儿 对 你他口才不好 说不过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 哎 站起来 坐那 拿起把扇子 再端起杯茶 他当时有个万人的演员 就得问你 你给我说说 我为什么要坐这 然后拿起把扇子来 从这当时就得把他灭了 也不是灭了 就你得给他砍一顿 把他罩住 他讲道理 给讲运了 对 有的导演拍片子 被演员整崩溃了 你知道吗 他拍不下去了 当然咱那提 提外话了 这杨博士 咱还是说水浒的事 我就说 我就发现 现在这个改编 这个经典 三国也好 红楼也好 这个水浒也好 他都在拉锯 就是一部分人呢 特别希望他 这个忠实援助 能让我们看到这种 这个所谓 我心目中的水浒 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三国什么样的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 他就老觉得你该出新 你要是跟以前的拍子一样 干嘛让你拍呢 我不知道 以前把那个拍一遍就完了吗 所以他其实很纠结 就是他们都想着说 我怎么样能够吸引现在的观众 就是你可能对原著不了解 或者怎么的 但是呢 你又会冒犯到一些 对原著有那种 特别是有一拨人很奇怪 他也不是粉那个小说原著本身 他粉的是老板 就是像初恋情人一样 就你这长得跟我那初恋情人不一样 所以你这绝对不是美女 你这拨人的势力也不小 但这个文啊 我现在正在慢慢转 因为我就发现了 实际上啊 就是本身呢 你永远也看着不像的 因为就甭 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 而是说 这是中国四大名著啊 你知道吗 他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啊 什么叫想象 想象就是完美啊 你那是 在我比如说红楼梦 我觉得那人间 就此此此此人只应天上有啊 人怎么可能在人间呢 所以你一旦把它落在纸上 哪怕是落在屏幕上 落在人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失望 就是不像 就是不对吗 这是肯定的 我我其实是这样 比如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 他就是搞宋言小说的 就是专家属于那种 然后呢 他给我们写过一篇文章 他题目叫做 金的气糟蹋的才是经典 他是特别支持重拍的 重拍新拍 你愿意你拍怎么拍 这可以拍的跟经典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借我个名 也没关系 因为经典放在这里 它是没关系 它是真心不怕火炼 你要是说我拍一个东西 就把你这个毁了 那你这也不是经典 所以我是很认同他这个道理的 就是你可以随便改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反正改的好改的坏 大家自有评说 没有必要说去限制 说老实话 这个《红龙梦》前段时间不是 白骂了一大糊涂 然后胡维特委去说这个 哎呀 也不是我想那个什么的 那个这个 李孝红 意思就是说 有那么多洪学家站在旁边 而且他们有停拍权 这确实是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枷锁放在后面 我觉得曹水琴来拍都拍不好 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必须这么拍 你必须快进 你这个情节不能漏 那这样 那你们自己拍好了 这句话太对了 就算曹雪芹自己来拍《红龙梦》 我相信很多观众 尤其在你心目中 有这么崇高地位的名著 谁来拍都不会对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你只是纯粹的 要当电视观众的话 电视剧观众的话 其实要宽容一点 要就是你纯粹用欣赏 欣赏电视剧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真的是要 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话 我真的觉得 看原著 那种小时候躲在棉被里面 看小说 看剧著的时候 那种感觉 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觉得那是比看电视剧 更过瘾的一件事情 小说有些东西是 画面没办法替代的 想象空间 对吧 你想林黛玉 可以想个什么样子 你再给我一个陈小旭 再给我一个谁谁谁 蒋梦杰 我还是没办法替代 我心目中的林黛玉 而且就说这个 当然还有一种味道 我觉得也是太难了 你但是因为现在是经典的 你比如说水浒传 我跟你说 就包括老的水浒 我一听他那个歌 我就知道他把这个味道弄得一个 哎呀 搓不拉几 就是他不是水浒传 是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味道的 但是你看你从他的主题歌 你就知道 他们怎么弄这个味道 像上次传遍全国 那个就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难道是水浒传给你造成的这个味道吗 包括这次这歌也是很奇怪 也是怎么唱 我就记得什么 什么什么兄弟俩 公用一个吗 兄弟金氏两个姓 兄弟来世一个吗 我记得这两句 然后我快笑喷了 这啥意思 猛一天像乱伦 但是仔细一想 合理 就是说这个金山兄弟来世真兄弟 其实金山是结义兄弟 这是个雷的时代 你知道吗 江江三眼睛广告之后见 是个雷的时代